麵包老花 就講一個是 麵包老花是一個問題 那其實像這種窯烤麵包 或是我們這樣的麵包 大概放 老實說第二天就比較乾了 這個不可否認 所以我會建議你 當天沒吃完 最慢到隔天沒吃完 就趕快切片凍起來 那它的好處是 冷凍好像不會讓它產生質變 所以冷凍下來之後 你可以怎麼樣 烤的時候 盆點水再烤 大概180左右可以烤十分鐘 那這樣表很會脆的 你如果想要吃剛出爐的口感 用電鍋乾烙 我現在不講乾蒸了 再乾烙 因為電鍋底下是熱的 你拿個退冰 你可能千萬拿出來退冰 早上拿一片貼底 貼底喔 那你說那麼髒 那你就 那我早上還是你家的 不是我家的 你自己要保護好 不過沒關係 你覺得說好像看起來沒那麼乾淨 有點怪怪的 沒關係 你就買那個料理紙 你把它鋪著 把它放著就好 你再沒有料理紙怎麼辦 對不對 人動腦筋嘛 內鍋嘛 你不要加水 你要放內鍋 因為那個金屬導熱嘛 一樣導熱很快 你放內鍋放在底部 記得要蓋起來 那個水會回去麵包裡面 所以你吃起來呢 那個皮有點脆 你沒有濕軟 這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有時候自己動手一點 我說常常你自己有些東西 稍微動一點手 你可以省掉很多被加工的問題 就像這個麵包 你這樣烤的話 我沒有人說買一個可以放五天六天 每天吃起來都一樣 那就蠻奇怪的 畢竟這東西一定會老化 好 那